男性尖锐湿油的早期症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皮肤凸起 硬损通常表现为小而柔软的凸起或凸起 主要出现在阴晶、阴囊、肛门周围等区域 硬损的外观类似于粗糙的花瓣或菜花 颜色多为肉色或粉红色 此类病损可以是单个或多个 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逐渐增大增多 无痛或轻微臊痒 尖锐湿油在初期通常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但部分患者可能会感到轻微的臊痒或不适感 湿润和潮湿 尖锐湿油常出现在外生殖器区域 这些区域通常湿润和潮湿 患者可能会注意到受感染部位的湿润和潮湿感 生殖器或肛门不适 尖锐湿油可能会导致生殖器或肛门区域的不适感 可能表现为灼热感、刺痛或异物感 同房时由于触碰到皮肤破损部位 还可能出现性交不适的症状 尿路症状 部分男性尖锐湿油患者在初期可能会出现尿路症状 包括尿道内流出异常分泌物 尿瓶、尿急、尿痛、排尿困难等症状 如果遇到以上类似症状 可思心博主在线为你看诊